全油管最快新闻 日本前首相野田佳燕访台三天,你与赖清德会面 日本前首相野田佳燕率团访问台湾三天,预计将与台湾总统赖清德会面,讨论台海局势、经济安全等议题 野田佳燕历任日本首相、财务大臣,在日本政坛备受敬重 他的来访除再次彰显台日紧密关系,也有助进一步深化双方在各领域的实质交流合作及友好情谊 这是野田佳燕第四次访台,也是近九年来第一次访台 野田佳燕星期一在个人官网发表声明说,日台每年都会签署协议,主要是经济领域的协议 在他担任首相期间,日台关系取得重要进展,包括签署日台民间投资协定,实现天空开放等 野田佳燕指出,台湾渴望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来自中国大陆的压力阻碍台湾的参与 野田佳燕称,如果台湾无法加入日本主导的TPP,亚太地区只有台湾产品将被征收高额关税 这将使台湾在经济上处于严重劣势,因此,他想在演讲中表明,他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 此次野田佳燕访台三天的行程意义重大,预计与赖清德会面讨论台海局势、经济安全等议题将进一步深化双方在各领域的实质交流合作及友好情谊 这是近九年来第一次访台,也是野田佳燕第四次访台 他的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的立场,值得关注和鼓励 订阅新闻及速递,最先知晓天下史